今天继续走访四川六一 走出大地震阴影的城市 绵阳 绵阳自古就有蜀道明珠 富罗之乡的美誉 它是四川省仅次于 省惠成都的第二大城市 它不仅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科技城 也是重要的国防 研发跟电子工业的生产基地 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现在呢 首先带您走访平武县的保恩寺 看看当地的白马藏族 绵阳古名叫冯县火年中 后云城只位于绵山之南 而得名为绵阳 人居环境非常独凉 是一居一夜 一雪一游的 一个现代山水生态城市 绵阳科技资源丰富 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科技城 独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中国空气物理研究 以及发展中心的国家级 科研用索十八家 回顾一时 自新年前2001年 汉高族制浮现以来 绵阳已经有2200多年历史 是历代中俊治所 跟并将立州之地 有属到拥侯之争 汉建二十六年 西元211年 刘章在浮城 迎刘备入属 自此刘备和金州 一州 并关属南南 建都成都 成三足鼎立之时 在林阳所辖的区域里头 平古算是历史相当悠久的线份 古称龙洲 拥有相当丰富的人文史基 像鲍恩寺呢 就是一个经典 它是中国大陆 目前保存最完整的 明概古建筑群之一 由于库寺故宫 而且山环水绕 所以呢 有深山宫殿之城 台湊明阳市 平五线的包吻寺里 可以看到精美的建筑 以及气宇宣王的电雨 被中外不少学者认为呢 是明代初年 足具匠心之作 还有人把这里 比喻为深山宫殿 或者是小故宫 另外这里 不论是建筑 宗教 或是绘画史上 都获得非常高的评价 而经过了五百七十多年 也一直是四川省规模最大 大陆地区 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建筑之一 一直到了五一二大地震过后 报恩寺也进不住摇晃 受到了损害 报恩寺坐落在明阳平五县龙安镇 实践在明正同五年 西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整个建筑坐西向东 规模宏大 但是却只见钟楼 不见鼓楼 何以如此呢 就佛教寺院里边呢 讲究的是城中木鼓 城石超钟 木石基鼓 但是我们报恩寺 为什么只有钟楼 而没有鼓楼呢 就在我们所有的文献记载里边呢 都是没有鼓楼的记载的 因为王喜呢 从头到尾啊 他根本就没有建鼓楼 因为传说中王喜呢 修的是宫殿 他是后来改制的寺院 也就是说刚好钟楼 刚好完工 而鼓楼未动工 钦差呢 当时就已经来了 所以修鼓楼的事呢 就此单搁了下来 报恩寺被建筑专家 预为是明初罕见之一购 独具匠心之节奏 四中的六角更为史人所称道 然后第一角就说 整个报恩寺的建筑结构 它全部都是采用了 全楠木而建为绝 楠木呢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木材 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宠以不住 鸟不住巢 支柱不结枉 所以报恩寺呢 五百多年来 不用刻意地清扫它 它不会有蜘蛛网的 然后这个第二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报恩寺里边呢 有一尊楠木雕刻的 千手光音塑像 这尊光音塑像呢 它的正身躯干啊 它是有一整根 完整楠木雕刻而成的 楠木呢 生长周期呢 很长 也就是说 我们当初要采用千年楠木 才可以雕刻成 现有的一个形态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背后手呢 非常多 有一千零四只手 然后呢 在它的每一个掌心之上呢 有一只眼睛 所以我们报恩寺的 千手光音塑像呢 是民族其实的 第三局啊 就是我们报恩寺里边 有一个藏经格 这藏经格的特点 在于什么呢 它可以左右方向的 任意的旋转 互称为转轮军造 这么大的转轮 全中国只有三处 尤其以平伍的报恩寺为罪 报恩寺是由年代 龙州宣府司土官 王喜王健父子所建造的 在新元1439年 王喜进京朝贡 奏请修建报恩寺 并且聘请曾经修建 京城宫殿的工匠 回到龙州 仿照故宫 大兴图木 手笔之大 由四周六角 就可见一斑 第四局啊 就是我们报恩寺呢 无处不在龙的形象 比如说在我们房顶的一些 琉璃网 还有天花岛井 朱罗梁方上边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条龙 所以呢 我们报恩寺呢 还被誉为深山龙宫 第五局是 第五局就是 就是在建筑结构里边 我们常看到了斗拱 斗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肺炎下边 层层叠价的这种建筑结构 斗拱呢 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段发明 我们报恩寺的斗拱种类 有多少种呢 有三十六种 也就是说它比这个 北京故宫的斗拱种类啊 还要多 所以我们报恩寺被专家誉为 斗拱博物馆 这是我们的第五局 然后我们的第六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壁画演术 王喜大兴图目的行径被皇帝察觉 派清朝大臣到龙州去查拜 王喜得到消息 命令工匠改宿佛像 配置法器 以祝言圣寿 报答皇恩答辨 高地念其为官在任 造福一方 护国爱民 赦免他的死罪 最近我来到这里 有两件事情非常好奇 第一件就是这个土字 那个点 怎么多了一个点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王喜的写 为什么写得特别小呢 其实在明代的时候 土字多加一点 没这个写法的 它其实是王喜 当初就说 在这里撕造王宫 被皇帝发现过后 其实皇帝 是非常愤怒的 但是皇帝又念在 王喜此人 镇守边陲有功 所以当初就赦免了 他的死罪 所以在赦免他的时候 就写了这一道圣旨 在写圣旨的时候 就特别就在 纪式土官 不为力的土字里边 加上一点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 拿到土字头上 横放一看 它是一个王字 是王喜的王 王冠的王 然后皇帝把它拿下来 放土里边 就说有一个 横行上的手法 告诉他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呢 就让他 人头入地的意思 是 但这个喜 为何特别的小呢 因为王喜的名字呢 也是非常地有眼性 是 因为王呢 是帝王之王 喜呢 尔玉 与喜的喜 本来是一国之君才有的 但他一个名字 都有了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为了 掩饰他的锋芒毕露 他就把他的名字 刻得很小 就再一次证明了 他永远都比皇帝小 永远都在皇帝之下 他对名字的改刻大了 他肯定没有 分庭抗礼之意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 王喜这不凡的出手 倒是为后世 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除了鲍恩寺的 旷世巨作之外 皮目线的白马风情 也令世人眼睛为之一样 在境内的白马 木作 木皮 黄阳观寺的乡 居住着一只 古老独特的民族 他叫白马藏族 因为他的语言独特 服饰别致 有着白马人之称 白马人的房屋 一山而建 木楼彩绘 他们以农耕 去木 守恋 采集为生 时居平五线境内的 夺骨河流域半地 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白马藩人后裔 在我身后的这座房子就是 白马藏族最古老的一个邻居 它翻为三层 这底下的城市楼空的 然后就是主要用来吸养家庭的一些小动物 然后中间这一层是能居住的 然后上面一层就是堆杂物的 整个建筑它的风貌是完全是以木结构为主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是用砖 那这个是不是经过一些汉化 对 因为是后来经过这个改良过的 因为木质它容易很容易受潮 然后砖的话可能会有好一些 那仓库放在三楼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可能就是平常生活的一个习惯吧 一个习惯 因为人住在中间的话 可能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楼上放杂物 也不容易被别人看到 那是不是有一些防潮的作用呢 对有 白马藏族它信仰很特别 它虽然是藏旅 但是它没有佛教和这个宗教的信仰 它信仰自然神 比如说山神 水神 树神之类的 然后在每一个寨子 因为白马藏族它以群居为主 然后每一个寨子的话 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神山 然后这个寨子的神山就是对面那个 就那个大山 因为因为神山的这片山的话 所有的村民老百姓都不会到里面去破坏 所以白马藏族很爱大自然 白马人崇拜大自然 敬奉山神 白马老爷是十八寨的总山神 白马人擅长养风 酿制扎酒 但最近几年白马人大多从事旅游服务业了 在白马乡呢 竟然有三十多处的旅游街带点 我们看到白马藏族的服饰特点啊 就是圆坛帽上面有三根白羽毛 我们来请教一下小唐 这个羽毛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呢 我头上这个白羽毛是白公鸡的羽毛 在我们白马民族起源的时候 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没有白公鸡 就没有我们先见的白马藏族 说白公鸡对我们白马藏族来说 是一个吉祥物 所以我们大家都 不管男女老是要都配戴 都插上 在这个白战帽头上都插上白羽毛 其实我头上戴的是三根白羽毛 它表现就是说我现在还未婚 如果是插两根的话呢 就是说已经结婚了 如果说是插一根呢 就是长辈佩戴的 然后蓝 所有的蓝色也是插一根白羽毛 这个贝壳就是完全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这个鱼骨呢 有一些修饰我们衣服上不足的一些地点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今天穿的就是日常的一个 一个鱼骨 然后它的这个白马藏族的帐袍 它的服饰有一个特点 它属于开金的 而且它是从前面开金的 这样呢 就可以修饰我们服饰当中有些不足的 白马人的服饰比较齐客 色彩非常艳丽 以白黑花三种袍裙为主 配上各类的法式 耳式 腰式 男女头上还戴着 盘形圆顶荷叶边的羊毛毡帽 上头呢 还插了山鸡白羽毛 白马人的传统住房是皮屋土墙 但是目前已经不多建了 用来接到游客的民居呢 大多是新盖的 不过能够善武的民族过职 倒是始终如一 下个节目来到四川迷人的三台线 要了解历史永远的三台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